有時播出一段新疆武警總隊反恐演習片段 無疑有恐怖分子挾持人質 又浩雲講下 新疆武警總隊一個支隊 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天山福地進行實戰演練 偵察隊員先用無人機 對山區展開空中偵察 確認恐怖分子手持武器 於是迅速調整部署 在一個山谷裏 將恐怖分子圍困 先後多人被逮捕 他們隨後去收藏人質的地點 裡面的人聽著 你們記得要求 我們會想辦法盡量滿足 請你們盡量保持克制 保持冷靜 不要傷害人質 之後他們擊斃了其中一名恐怖分子 再在震撼彈和煙霧彈掩護之下 突擊剿滅所有恐怖分子 成功救出人質 近日北京多次強調 新疆問題不是人權、民族、宗教問題 而是反暴恐、去極端化和反分裂問題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道 是在那裡 我們會做一些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小小小小小小 感谢观看